线红色 第二行这个是Double 就是画什么 画那个 上面这一条线 这一条 然后 在这一条 OK所以 总共三行程式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可以放哪里呢 放在 那个新增这边 表单的新增 其实就是当它全部做完之后 所以你就在哪边呢 在End Sub的 上面这边 Enter两下 直接在这边贴上算了 贴上之后的话呢 可是问题 它这个地方呢 只有画到哪里呢 只有画到 那个7的部分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只要把这个7 改成一个变数 哪个变数呢 其实我们上面好像有一个 有个R是不是 我记性中我们有一个R R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只要程序还没结束 这个R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R 直接拿到哪里 拿到这边改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 特别注意R怎么放在这里 一样怎么样 把7Delete掉 但是特别注意 你要在双一号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串接 串接一个R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End R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那个R假如说是15的话 比如说里面它侦测到 向下追踪15 那15是一个数字 它遇到前面是一个字串 双引号到双一号 那它就会自动把什么呢 把End 它就会把15变成一个字串 然后再把这个15串在这个的后面 所以A1到H15 就是这样的串法 OK 不过我同学常常会想说老师问 你之前不是讲什么 endend 然后移到中 算号算号移到中间 然后endend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可是问题特别注意R 因为刚好那个7的位置 它刚好是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所以右边不用再串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R 当然如果你要用之前那个方法 可不可以R 比如说移到 这个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然后再endend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 然后这边把end空白一下 其实这样子 最后也可以R 只是说为什么我要写成上面 因为后面你end什么 end一个空的 end一个空的意思是说 根本没有意义嘛 end一个空的 那不是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东西吧 所以其实 要不你就做完就delete掉 也可以啦 只是说 干脆你就记哦 所以这个也许串接的部分 串一个R在后面 这样就OK了 好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我们final一下 所以刚刚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在这边 用key down 判断说key code是不是3 4的话呼叫 再来的话呢 在哪里呢 在那个按钮 所以按钮在这里 按钮的最下面 写三行程式 把那个框线的三行写上来 但是哦 改这个地方 本来7的地方 其他这个应该不用改吧 A2到H2 固定位置 这不用改 OK好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改 改向下画的位置 这个框线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启动表单一下 如果这样OK的话 那这样 H 然后按照顺序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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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Enter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自动新增 然后帮我把资料加过来之后 然后自动又帮我把框线画好 看一下 Enter 有了 有没有发现 衣服 衣服 和衣服 衣服